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确你自己的目标 每个人对成功的大学生活的定义都不同 每个人追求的也都不一样 可能有的同学觉得大学可能跟高中差不多 教授教什么我们就学什么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知识传达的过程 其实除了教授在课上对一些特别知识的见解 或者是自己的一些经历之外 其他的一些知识的话 其实在书本上或者是在网上 我们都可以通过自学来得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知识只能占我们大学生活的一部分而已 下一部分就是人脉 关于教授和同学之间的相处的关系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尤其我们在大学生活中最多做的就是Timple 就是小组的学习 教授只会在旁边对大家做一个指导性的工作 但是大多数的学习都是需要自己同学和韩国同学的相处 然后互相合作来完成的 所以对跟同学之间的相处关系 有一些技巧之类的也需要大家慢慢摸索 下一方面就是思维方式 大家可能学到了知识 但是怎么样去运用它 然后通过教授的讲解 可能我们会有更发散性的思维 然后去在生活中活用它 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在大学生活中 就是您通过这四年的时间内 你可以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 可能有的同学在选专业的时候 是父母觉得这个方面以后发展会很好 所以大家选择了这个专业 也有可能是自己真的是喜欢这方面 但其实很大部分同学是不知道以后自己想要做什么的 所以通过这大学四年的时间里 我就推荐大家在选课的时候 尽量选的多样性一些 或者是自己想尝试的东西都尽量的尝试不同的方向 所以这个目标呢作为一个前提 下面呢就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了 怎么能得到高的GPA 平均计点怎么能达到自己想要的分数呢 首先第一点 大家可能有所耳闻 韩国的选课真的是一场战争 不仅是运气然后手速 而且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大家对教授还有课程的理解 之后我会在最后一页放上那个选课网 可能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然后要在上面找到自己想要选的课 上面都有一些很详细的课程介绍内容之类的 但是其实这种东西是很主观的 假如说这个教授没有给我很高的分 其实我不会给他写很好的评价也有可能 所以其实教授的选择不是很重要 因为在高历大学的教授都是有一定的文化底蕴 很有能力的教授 所以每一节课我觉得听起来都是有意义的 所以大家其实不用那么担心 就算没有选到自己想要的课 然后看开一点 选一选别的课也是很好的 然后上课态度的问题 其实在哪个国家都是一样的 每个教授都是希望学生很积极地回答问题 然后积极地跟住教授的思路 所以这方面如果你只要做好了的话 其实分数其实不会特别低 而且如果你在课上认认听了的话 你的考试的分数也不会低 所以这就是我学习的一个小技巧吧 然后平时上课的时候一定要跟教授眼神交流 让他记住你 就是全班这么多学生 如果他不记住你的话 他会给你一个很高或者A加的分吗 不会的 他只会给你一个A 但是你这个加号要需要自己来争取的 然后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语言的熟练度 既然我们是在韩国上学的话 其实韩语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尤其是口语我们在小组交流的时候 需要用到韩语跟那个韩国人交流 但是这方面其实是我们中国留学生生比较欠缺的 还有就是书面写作的问题 我们可能需要写报告书 然后论文之类的 我正在这方面对大家的建议呢 就是多看论文 多在论文网上之后 我也会给大家写到上面 论文网上面有一些韩国人 已经有韩国大学院的学生写的论文 或者是一些有名的教授写的学术性的论文 大家都可以多读一读 然后里面会有一些在论文中常用的语法 或者是比较学术性的单词 大家都可以记下来 然后借鉴 慢慢地运用到自己的写作里面 然后刚才谈过了韩语 我现在我想谈一下英语的问题 我之前说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吧 我之前是在国内学了一段韩语 然后又到仁川在仁河大学学了一段语学院 然后我是从语学院二级一直读到了六级 然后因为错过了入学的时间 结果我又再读了一下高级班 也就是七级吧可能 但是我是在韩语上面有得到很好的成绩 但是一入学的时候我就傻了 因为我去高考两年吧 就没有碰过英语 然后也没有根本没有复习过英语 然后进入学之后我就傻了 首先学业英语我们是每一个学科都要学的 然后经营英语课是经营系必须要学的 一共是经营英语一和二 而且经管类专业呢必修都是石门的英讲课 所以其实英语在我们学习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 而且英语国家交换生申请 就算是新加坡也都需要英语成绩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不要放松对英语的学习 希望大家在四年的时间里面都会 都不要丢掉英语学习吧 然后下一点呢就是勤工俭学的问题 主要我想分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奖学金 我们学校对外国人的奖学金一共是三种 一种是成绩优秀奖学金 然后这个奖学金呢是每一个系 它会把你的记点 外国人的记点从高到低排下来 然后取前面的多少名 然后给你这个奖学金 这个奖学金是不需要另外申请的 进步奖学金呢是 如果你下一学期的那个 这学期得到的记点比你上学期高出多少 你不管高出多少你都可以申请 但是其实得到的人的话 需要一到两分左右的提高 也就是说你上一学期真的很差 所以才能得到 所以这个奖学金其实 大家可以申请试一下 也是有可能的 然后贫困奖学金也就是需要调 那个叫一些贫困资料什么的 这个我不太了解 大家可以在那个学校官网上了解一下 然后其他的校外奖学金也都在官网上 会有实时的那种通知公告 然后大家注意一下 还有一些交换语言的 假如说你教韩国人中文 然后韩国人教你韩语的话 这种也是会有奖学金的 大家都可以多多参与一下 然后说起兼职我就很有经验了 因为我干过了特别多的兼职 大家看这边都是我做过的 而且现在还有想要接下来继续做别的兼职 兼职其实很好的一点就是可以锻炼韩语 但是很有局限的一点就是 需要中国人的地方很少 都是明洞或者是东大门之类的 明明我是去学韩语的 结果我每天对的都是中国客人 我只能说中文 所以就很尴尬这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只要是在韩国生活 你在那个店里面肯定会有韩国的职员 你可以跟他们学习韩语 其实这一点其实并不用担心 但是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 在你打工的时候一定要办好打工证 打工证第一是法律对你的一个规制 你要有打工证才是合法的在这边打工 第二就是你跟那个店家签的一些契约 也是可以通过这个打工证来受保护的 如果你得不到相应的工资的话 可以去寻求法律帮助 最后一点就是注意学习和工作的平衡 说实话我打工的时候 级点不是很高 这个是实话 你有分散的一些经历 你跟别人相比 你的学习时间也会变少 所以这个需要自己来衡量一下 下面就是业余生活 其实大家都知道高丽大最喜欢什么 酒 如果你不会喝酒的话 其实在大学里面 可能跟韩国人处得不是特别好 那怎么办呢 高岩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和韩国同学可以很好的相处 因为只要你坐在那个位置上 你就可以跟身边的陌生人 牵着手搭着肩一起来回 那个助威是吧 然后当我们这个高岩站 一定要叫高岩站 不能叫岩高站 因为在岩市才能叫岩高站 我们只能叫高岩站 但是每一个高岩站结束的那天晚上 我们在那个高岩的那个后面那条街 大家知道吗 然后就会通宵地 通宵地进行这个庆祝的活动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参加一下 但是其实跟韩国同学相处 是一件比较有难度的事情 因为大家文化不同 除了就是本身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一些同学来说 喜欢想真正地亲近你 然后会主动地去找你 但其实他们是不会主动来找我们的 所以我们学校有这么一个帮助外国人的 KUISA的这个组织 大家可以参与一下 因为里面大多数都是想帮助外国同学的一些韩国学生 所以大家会更好的相处吧 然后每一周也会都组织一些聚餐 或者是学习交流的活动 然后高岩站还有一些校庆的时候 他们也会一起组织去参加 然后其实我最想强调的一点就是安全的问题 因为我自己也走过弯路 我们除了在这边打工 然后赚的韩币在这边直接花的话 大多数学生不打工的话 都是要父母的人民币拿来 然后我们来换钱的 然后在高丽也有一些什么 私人的换钱所比较有名的 但是这个名字我就不提了 但是我之前所经历过的一个事情就是 因为换钱 所以我的银行卡被冻结了 这个事情简单来说呢 就是他的那笔钱是一笔赃款 然后他转给了我 所以我的银行卡也被冻结了 我觉得大家需要重视一下这一点 不要因为汇率稍微高一点 然后就找一些私人的换钱所 其实挺不安全的 然后自己也很心烦 虽然我没有受什么的损失 但是两三个月之内 那个卡都是不能用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换钱的话 就到ATMG 那个在网上可以查到银联卡的汇率 当汇率高的时候 然后去ATMG多取一点 然后也够了自己生活所用的了 然后校内如果寻求帮助的话 就是这位老师在工作的 Clobal Service Center 然后这里面都有会中文的老师 可以在校内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寻求帮助 校外的话如果遇到了一些什么安全性的问题 或者是自己解决不了的 可以到明洞的有中国大使馆 大家可以去寻求帮助 然后下面就是我刚才有提过的一些网站的整理 第一个是学校的官网 上面有一些比如学校的日程 还有奖学金 还有你可以查自己的成绩的一些页面 然后大家都可以活用一下 第二个呢我们是叫Blackboard 然后平时教授会在上面传一些讲义 然后提交作业也是通过这个方式的 第三个就是课程评价网 首先你需要先注册 注册之后呢你不能看到别人的评价的信息 你需要在你听过的课里面 然后找出来写完你的评价之后 获得积分 然后用那个积分来换权限 你才可以看别的课的评价 所以这个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第四个大家应该现在已经知道了吧 就是选课的网 在下面一个是成绩确认 成绩确认的话是每一学期结束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这个网上查成绩 但是需要注意点是 结束之后我们会有一段时间 需要你填写对这个课程的评价 是在第一个学校官网上 如果你这段时间没有评价上的话 你在指定的时间没有办法查到成绩 你只有过一个月左右吧 才可以在学校官网上查到成绩 然后下面一个是图书馆的 图书馆的网址 图书馆里面下面会有一些 比如说统计资料的 可以查到统计资料的网址 还有一些可以看到论文的网址 下面都有 然后还可以进行学习室的预约 如果要是用到比如说 线车馆里面的study room的话 都可以在里面约 然后下面是学校论坛 学校论坛里面就什么都有了 比较杂 有卖二手物品的 然后有一些交流学习经验的 有一些求笔记的 然后大家都可以注册去看一下 对 里面还有食堂的菜谱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 也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倒数第二个 就是外国人出入境管理的官网 大家也都知道 如果要是延长签证什么的话 大家都需要提前预约的 而且现在预约的人就是很多 所以一般情况下 需要提前一个月来 预约才可以到下一个月的 那个时候你可以去 然后最后一个 就是经常用的一个论文查询网 我终于要讲完了 我最后想对大家说的话呢 就是可能韩国人 韩国的学生 对我们中国留学生有一些偏见 其实不能说光是韩国 其实是全球性的 对中国留学生都有一个偏见 就是钱多 出来买一个毕业证 然后不怎么努力学习 或者是就是在小组工作中 脱工减料之类的 这样子的一些行为 其实每次听到 我周围的韩国同学 就是说对中国留学生 有这么评价的时候 其实我是挺委屈的 我觉得大多数我们的同学 都不会这样 只是因为少部分的人 而影响了我们的形象 所以我觉得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在小组的工作中 尽量如果就算韩语不好 也要表现出自己的态度 也要态度端正地去完成事情 然后改变大家 韩国学生对我们的科版印象 还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 最后希望大家在大学 有一个精彩的大学生活 谢谢